哈囉大家好我是DeeNerlin 我是TonyKK 我們現在呢準備要去上海 可是去上海之前我們一定要先訂住宿嘛 盡量找那種最便宜的住宿 因為講說我們旅費不多 那最便宜不外乎就是類似Airbnb這種嘛 其實在中國他們大概去年吧 其實是有Airbnb的 喔對我有看到這個 因為在後面文化差異 然後還有類似支付寶啊 是不支援的 2022年的7月左右就直接退出市場 所以我們後來查查發現 欸竟然協成就是中國他們自己的一個訂房的APP或網站 上面竟然有一個叫客棧的東西 就跟Airbnb是一模一樣的 基本上四分之一的價格 住在非常熱鬧的地方 比如說像東方明珠對面或是外灘的對面 那邊酒店我們查過一個晚上一萬多 好所以我們後來看一看之後發現說 這一間房間非常的漂亮 看起來美輪美奮的啊對不對 對啊 非常的新 感覺是蠻期待的 而且還有廚房欸 嗯 廚房冰箱 評分有4.8顆星 欸他流言寫什麼 離外他很近 出行也很方便 赤字路住很方便 很方便 有些窄了 上來也就這樣吧 不錯的體驗 好房間超讚的 房間乾淨 很舒適 欸流言感覺都很不錯 對 說實話就是沒有很相信中國的東西 像什麼淘寶 怎麼他們照片可能都拍得很漂亮 對啊 就不一定跟照片一樣啦 所以我們就馬上去上海走 我們現在要去住宿啦 今天來帶大家開箱一間上海的AMP 像我們今天是住在東方明住旁邊嘛 對 就是我們在黃埔江的對面 東方明住是吧 黃埔江然後對面 就正對面這樣 一般像我們這樣住的話 其實住在這個地方有九年要多少錢 對一萬多塊吧 對一萬多塊 就我們這一次住到現在 就一天一個人七百 我們現在在找AMP 因為AMP就是要 在那邊 喔在哪邊 另一邊喔 第二天就是了 叫他自己找要去哪裡住啊 真是很麻煩 有點像在玩遊戲創官的感覺 打密碼 房東會跟你說要怎麼進這邊 要 是嗎 他怎樣 嗯 怎樣 就按錯吧 一小時後 這有了 這個就是一個 其實 欸裡面其實算蠻漂亮的 可是小小的啊 脫要脫鞋嗎 算乾淨啦 算乾淨 照片很新 照片很新嗎 對 難怪 難怪一個價格的 這跟照片很像嗎 呃 是一樣 但是就是那個新舊神 這窗戶室有關還是沒關啊 當然是沒關 真的認真啊 洗衣機在這邊啊 洗衣機啊 放我就爽關了欸 可是我怎麼放在床旁邊 我是不太懂 你知道嗎 其實這個也是 一個人要700塊 一天啊 對 哇這樣是 算700塊 其實我覺得大陸的東西齁 就是他會照片放的比較好 然後這個時機入住就 欸 差了些 按那個洗衣機是沒接水管的 認真 沒水管沒電線 手洗就好了 手洗就好了 裝飾品 怎麼 啊怎麼開眼鏡 這其實有點舊欸 按那個 按 它沒有房卡 啊有燈嗎 我沒有 有吧 一定有房卡 有啦 有燈啊 你看 欸 我覺得這原本是一個 那個 酒店嘛 對不對 對對對 之後後來 不是也不是改建 它是原本的房間 之後全部租出去 對不對 所以有可能經營不下去之後 喔冷氣在這邊啊 陽空氣在這邊啊 來廁所開箱一下 要怎麼用 幹四分離 喔幹四分離之後 再把它拆開 它的設計很不太亮 你知道嗎 它的玻璃會跟那個 直接對撞到 現在要小心一點 欸那那個 證書沒有 沒有 不能鎖門 對啊 因為它沒有繞子 直接開 所以不用反鎖 跟那個 牙子出來 跟浴巾都有不完 有吹風機啊 牙刷有 牙刷有 有浴巾 杯子之後 冰箱有東西嗎 冰箱感覺都沒有開過 啊有那麼多台冰箱 沒有這應該是 這應該是舊的啦 這還是新的啦 它是一個樓中樓 上面兩人 下面一人 其實下面也可以吹兩人 其實可以吹四人 非常的長 都泛黃了 泛黃了 對 不是啊 棉被 棉被在上面啊 就它那個都是酒店舊的東西啊 哦 它也沒有 也沒有處理什麼對不對 難怪 你看難怪那個 一萬多 這個才 四人 只能說一分錢一分貨 對啊 可是住在鬧區啦 對啊 就是方便 方便 一個人七百塊 所以大家如果要住宿的話 其實可以考慮一下 這個 協生旅行裡面的 這個叫客棧對不對 就是你的選擇性比較多樣 但是你可能 踩雷的機率也會有 因為它就不會是大家常去那種酒店 是個人做的嘛 那個人的話 你就看品質可能不太一樣 對 但是因為我們就是重點 是我們這次來 就是要找方便的地方 這要又不要太貴 對 對 那其實你如果伸出去看 這邊可以看到那個 東方民族 這邊有新展銀行欸 塔旁邊 欸有新展銀行 那我會搬新展啊 嗚 這會下去欸 這會下去欸 東方民族被蓋住對不對 先關窗戶吧 這個會下去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來住的話 一定先照片上面先不要相信 因為我發現大陸很多東西 照片啊 都跟實際東西有點太符合了 先開到這邊吧